今天的案件可不是普通的猫抓老鼠戏吗 而是一场彻途彻尾的好心变灾难 这是英伦那句老话 好心不一定有好报 有时候还可能把自己坑得连裤衩都不设 咱们今天的主角们真是被命运狠狠地开了个玩笑 2018年3月2日凌晨4点45分 德克萨斯州克拉维斯县的警察接到了一通警戒电话 电话那头是因为女士 声音抖得像是刚刚从冰窖里爬出来的 藏在壁橱里 听到屋里传来几声枪响 他叫克里萧内西 他当时完全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自己吓得魂不浮体 而他的丈夫西奥多萧内西 已经在厨房里倒在了一滩血破组 西奥多可是个好人重的好人 1963年2月7日出生 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从小在亚里桑那桌凤凰屯长大 喜欢赛车和一切让人肾上腺术飙升的东西 这个家伙梦想着有一辆跑车 长大后也成了一个无所畏惧的速度狂人 但别看他爱刺激 他也是个善良的家伙 是个好朋友和好儿子 20岁那年 西奥多在一家游戏厅遇到了克里加尔曼 两人一见如故 像是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因为他们兴趣简直是一幕一样 于是这场友谊迅速升温成了爱情 1989年两人结了婚 婚后 他们搬到了德克萨丝州奥斯汀 并很快安顿下来 开了一家迷为画廊珠宝店的家族企业 西奥多擅长语言大交道 克里则是个鉴定师 两人相辅相成 简直就是珠宝界的黄金搭档 生意能让一个红货 家庭财富估计达到了800万美元 尽管富得流油 西奥多依然慷慨大方 经常为有需要的人买食物 还定期向慈善基金会捐款 夫妻俩买了一座漂亮的新家 看起来拥有了一切完美的生活 除了没有孩子 随着珠宝生意的增长 西奥多和克里决定扩展家庭 2000年 他们收养了一个来自乌克兰孤儿院的 16个月大的男孩 取名尼古拉斯 这小子猴婆听话 喜欢动物和汽车 简直是他父亲西奥多的翻版 父子俩经常一起去赛车场飙车 或者在公园里散步 高中时 尼古拉斯对汽车拆解产生了兴趣 还开了个小生意 父母在财务上也没少帮他 同一时期 尼古拉斯遇到了杰基爱迪生 两人一见钟情 但尼古拉斯的父母对杰基不太满意 克里觉得这姑娘不适合尼古拉斯 但没人阻止他们的感情 为了不失去尼古拉斯 杰基逐渐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甚至搬进了肖内西家 2017年8月 尼古拉斯和杰基班里的父母家 开始了新生活 他在大学读书 他则做日间交易员 父母依旧在财务上支持他 尼古拉斯每周都要开车两小时去看望父母 生活看起来一切顺利 毫无预兆的 一场灾烂正在酝酿 2018年3月2日凌晨4点半 狗急促的肺声把西奥多和克里吵醒 克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几分钟后狗就会安静下来 但西奥多决定去查看一下 他拿起他的手枪静止走出房间 克里几乎立刻又睡着了 然而几秒钟后 他听到厨房传来一声枪响 接着是一连串的枪声 这场景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要刺激 只可惜主角们不是在演戏 而是在演人生最后一幕 惊恐万分的克里 抓起床边的左轮手枪 准备去帮忙 但在离开卧室时 他看到自己最喜欢的狗巴特 被射杀在门口 突然 一个黑影出现在门口 显得威胁十足 克里惊恐万装 不分青红皂白地向门口射击 打光了六发子弹 写下左轮手枪后 他躲进壁处 等待被发现并杀害 幸运的是 克里抓到了他的手机 拨打了紧急电话 报告说家里有歹徒闯入 他说自己射中了其中一个嫌疑人 听到房间里传来声音声 你这枪法可真是准啊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你打中的可能是你的丈夫呢 在与街线员通话时 惊恐的克里不断重复有人在声音 但他不知道是谁发出的声音 想去查看 俩儿接线员安抚他 让他不要离开藏身处 等待警察到来 十五分钟后 他被告知警察已经到达房子 此时声音声停了下来 房子里一片死寂 克里走出壁橱 走向前门 经过厨房时 他看到丈夫倒在血破肿 毫无生气 四周散落着蛋壳 他被恐惧压倒 走到门口 但门外没有人 碰巧的是 警察找错了房子 由于这条街区的布局不寻常 警察在他邻居的门口 试图弄清枪声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 这警察怕是连送外卖的都不如我 最终 他弄清楚的情况 跑向销内西架 等着门口的颗粒浑身发抖 他的生活完全被摧毁 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警察进入屋内 试图安抚他 克里打电话给儿子 报告了袭击事件 他和杰基立即赶往奥斯汀 早上8点左右到达父母的家 55岁的肖多肖内西 被多次射中头部 背部和大腿后死亡 被拒发生后 尼古拉斯和杰基留在家中陪伴科里 并参与调查 执法人员检查了犯罪现场 发现了两种不同口径的 点40和点38口径的蛋壳 这意味着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枪支进行射击 没有发现强行进入的迹象 但在远处的误室里 一扇打开的窗户引起了注意 安全网被医处 犯罪者一定是从那里进入的 法医团队也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指纹 递急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查 警方与几位邻居谈话 了解肖内西家族 以及他们是否看到任何可疑的东西 一位邻居告诉警方 这不是肖内西家第一次被针对 因为他们拥有珠宝店连锁店 警方拿走的科里穿的睡衣进行检查 并对他的手进行了枪击残留物的擦拭 科里从一开始就坦诚自己开枪了 警方开始调查 很快排除了入室盗窃的可能 因为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 也没有贵重物品被盗 转而关注谋杀调查 他们发现 除了尼古拉斯房间的门外 房子的所有门都完好无损 房间检查发现 一个装有点40口径手枪的抽屉里的枪支不见了 这是房子里唯一丢失的物品 考虑到口径与谋杀武器之一相符 侦探们推测 这可能是用来杀害西奥多的枪支 尼古拉斯 杰基和赫里 都愿意配合调查 科里允许警方搜索他的手机 尽管尼古拉斯说 他已经有一个月没来奥斯汀了 但他和杰基也同意了 三人也同意在警局回答问题 警方的目标 是尽可能多地 获取家庭和当天世界的信息 以找到犯罪者的踪迹 调查人员上不确定 谋杀是否是随机袭击 抢劫失败 或是有针对性的犯罪 他们在现场没有找到未识别的指纹 因此不得不怀疑 唯一的幸存者 科里 肖内西是否可能是嫌疑员 毕竟 他是屋内唯一的人 警方无法忽视一个事实 枪手们为什么会留下科里没有杀 他们还觉得奇怪的是 他们在房子里待了17分钟才开枪 而且什么也没偷 在别人家里待了17分钟 连个杯子都没偷 就不是来杀人 是来租客吗 助理检察官艾米检查了现场 他确信西奥多肖内西认识袭击者 他还认为房子太大太黑 随机的入食盗窃者 或珠宝小偷 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认识家里的环境 科里肖内西越来越引起怀疑 因为调查人员相信他有动机 警方了解到 科里是西奥多100万美元保险单的受益人 他们的房子和企业也价值不菲 但没有对科里的直接证据 然而科里并不是唯一引起怀疑的家庭承约 尼古拉斯当时离犯罪现场超过100英里 他也成为了嫌疑人 案件发生的早晨 他显得很焦虑 一个重要的细节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在温化结束后 他直接走到一楼一个大开着的侧窗前 这是他房间的窗户 他走到房子的那一侧 特意查看那个窗户 而这个窗户从房子座面是看不到的 正是犯罪者进入的窗户 但当事人尼古拉斯还没有从调查人员那里 得到任何关于犯罪者从那个窗户进入的信息 毕竟 如果他没有参与策划 怎么会知道进入点 警方深入调查尼古拉斯的财务历史 发现他在案发前长期处于财政困境 一个重要的发现是 尼古拉斯从母亲那里寄了3万美元用于生意 并且母亲最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提醒他偿还贷款 此外 他还欠邻居2600美元 这些财政压力代表了潜在的犯罪动机 然而调查的一个更重要的转折点是发现 尼古拉斯是200万美元保险赔付的唯一受益人 这一细节加剧了对尼古拉斯的强力怀疑 使他在警方眼中成为主要嫌疑人 尼古拉斯的手机也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 特别是一个让他可以访问父母家警报系统的应用程序 科里告诉他们 家人经常选择不启动系统 那个晚上也没有启动 但侦探们注意到账户历史中有些奇怪的记录 科里说他们只有在不在家时才使用警报系统 连而系统记录到在凌晨4点27分有一个窗口被打开 而大约17分钟后系统检测到玻璃破碎 对房子的搜查中 另一个意外发现是尼古拉斯和杰基的结婚证书 原来他们在2017年8月秘密结婚 并且直到谋杀发生后才透露他们已婚 但警方越查越发现 尼古拉斯和杰基确实在策划杀害小内西夫妇 你应该记得尼古拉斯在案发时距离奥斯汀超过100英里 但童话记录显示他撒谎了 说他一个月没来奥斯汀 2月28日 也就是西奥多被杀前两天 他的手机使用记录在奥斯汀 调查人员怀疑他是否在镇上做最后的准备 尼古拉斯和杰基的手机被检查 他们删除了几条短信 这些短信被同步到尼古拉斯的电脑上 2月24日 尼古拉斯发短信给杰基 说他在工作 杰基回复说 他们要5万美元 还是不要 我们无力提前支付一半 警方搜查了尼古拉斯和杰基的公寓 所有人都正经于公寓里安装了许多摄像头 摄像头证明他们在案发当天早上确实在家中 他们在保险箱中发现了珠宝 弹药和枪支 其中一盒弹药与谋杀武器之一的口径相同 是点38口径手相 少了6发子弹 其他通信中 尼古拉斯让杰基从账户中取钱 说是一方万一 杰基在案发前几天从银行取了1000美元 当局怀疑这不是巧合 在调查中 调查人员联系了主持尼古拉斯和杰基婚礼的人 尼古拉斯的高中朋友斯宾塞帕特森 尽管联系他很困难 但所获得的信息却成为证明尼古拉斯有罪的另一个重要证据 尼古拉斯房间窗户上的指纹最终证明是死胡同 他属于安装窗户的人 但警方了解到尼古拉斯在住在那里时 经常通过那个窗户进出家中 他的好朋友斯宾塞也知道这一点 警方搜查了斯宾塞的家、车和手机 在车里发现了一把.38口金手枪 他被送去鉴定 但并不是谋杀武器 斯宾塞的手机记录显示 他在案发当天早上在家 斯宾塞被排除为嫌疑人 但这增加了对尼古拉斯的怀疑 斯宾塞投入 在案发前不久 尼古拉斯谈到了800万美元的保险佩付 斯宾塞和尼古拉斯之间的通信显示 尼古拉斯试图雇用他去杀害家人 偷走所有东西 不需要戴面具 因为他们都会死 2008年5月29日 警方逮捕了尼古拉斯·肖内西和杰基·艾迪生 罪名是犯罪勾结 科里不敢相信 他认为当局试图陷害他的儿子 他当时正在珠宝店接替父亲的工作 科里坚信这是个误会 两周后 杰基获保释 科里为他的儿子找了最好的律师 悲剧发生后 科里在采访中说 你可以告诉我外星人出现在前院 我也会相信 但我不会相信尼古拉斯和杰基策划了要杀我们 科里一直站在尼古拉斯身边 他珍惜相信也许孩子们在大学站卷入的什么麻烦 或者尼古拉斯欠了某人的钱 或者和非法物质有关 他愿意相信任何事情 除了他儿子计划杀死他们的叙事 但警方确信尼古拉斯和杰基在不后策划 问题是谁开了那致命一枪 调查陷入的僵局 时间流逝 四个月后 侦探詹姆斯决定查看尼古拉斯和杰基门廊的监控录像 录像记录了袭击前两天的情况 对于一个几个月来努力保持对儿子信念的母亲来说 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太多的事情指向了尼古拉斯和杰基的参与 克里恐惧地意识到 他几个月来庇护的正是那些计划杀害自己和西奥多的人 门廊的监控录像成了案件的重大转折点 录像显示两天前 尼古拉斯在家门口迎接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穿着印有安德森字样的绿色T恤 侦探们赶往安德森庄公司找到了录像中的人 他叫卡梅隆·伯斯克 当天他不在家 但他的妻子接了门 迅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他说几个月前 一个叫约翰·尼里昂的人 曾让他的丈夫谋杀换钱 但卡梅隆拒绝了 警方排除了卡梅隆的嫌疑 但后来约翰·尼里昂被传唤审讯 他承认尼古拉斯曾试图雇佣他谋杀 报酬是十万美元 但他拒绝了 约翰尼声称自己并没有参与犯罪 但他的手机记录显示 他在案发当天早上确实在奥斯汀 约翰尼没有透露第二个抢手的名字 但提供了他的电话号码 警方联系了这个叫阿伦·史密斯的人 阿伦声称自己当时和女朋友在一起 并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他的女朋友说 在案发当天早上 阿伦离开了汽车旅馆的房间 开走了他的车 自己多次尝试联系他 但都没有回应 阿伦的女朋友告诉警方 阿伦在之后几天 一直携带着一把点四十口径手枪 警方从阿伦家属手中找到了这把枪 阿伦·史密斯被捕 警方还发现两人都有犯罪记录 他们曾因非法物质交易被捕 尼古拉斯·肖内西和两名嫌疑人 被控一级谋杀 但到了2021年春天 助理地方检察官艾米利直 新任地方检察官何塞为罪犯 提供了一项交易 如果认罪将避免可能的死刑 而改判为35年徒刑 且有假释可能 阿伦和约翰尼同意了 克里写信给尼古拉斯 提议接受认罪协议 刑期为35年 有假释的可能 2021年4月的一次听证会上 尼古拉斯·肖内西认罪 并被判处35年监禁 需服刑20年后才有此个假释 阿伦·史密斯和约翰尼里昂 也被判35年监禁 且有假释的可能 阿伦·史密斯告诉警方 在他们杀害西奥多后 他听到卧室传来 枪声和女人的哭声 他求约翰尼不要杀克里 并离开家 他们离开是因为不想被反杀 在监狱中 尼古拉斯给母亲克里写信 克里最终在儿子入狱 两年后见到了他 克里知道了很多 关于尼古拉斯和杰基案件的信息 但他仍不知道谁 使用了那把点40口径的枪 因为那是西奥多的枪 在一次私下谈话中 尼古拉斯透露 他把父亲的枪 给了阿伦·史密斯 得知这一点后 克里终于相信尼古拉斯 确实参与了这个案件 虽然这醒悟的真是晚 不过总算是醒悟的 是不是该给班德 最佳后知后觉讲呢 至于杰基 他试图淡化自己 在策划犯罪中的参与 他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持 但警方知道他在撒谎 因为根据删除的短信 他显然知道 他承认和尼古拉斯 多次前往奥斯汀 但他说自己 从未认真对待尼古拉斯 关于屠杀父母的想法 杰基在尼古拉斯入狱后 与他离婚 2022年3月 杰基的罪名 被改为合谋犯罪未遂 2023年6月 杰基认罪并判处缓刑 这意味着他可以认罪并获得假释 他在监狱中待了120天 他将在其后的十年里 每年在特德肖雷西 被谋杀的纪念日里 必须在监狱中度过两天 尼古拉斯在监狱中 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想取悦杰基 变得富有 喜奥多和妻子的科里 本可以和他们的养子 尼古拉斯共享幸福生活 然而尼古拉斯 却将父母的生命标上了价格 并决定剥夺他们的幸福生活 目前 尼古拉斯被关押在 德克萨斯州 布拉索地亚的 克莱门斯单位监狱 阿伦史密斯在 伯蒙特的勒布朗单位服刑 约翰尼里昂被关在 新波士顿的 巴里特尔佛的单位监狱 有时 善意的代价太高 那个看似亲近的人 竟然成为了贵字兽 讽刺的是 充满热情的萧内西夫妇 原父重养 将一个杀人犯带回家 遗憾的是 他们身外孩子 却未能招会他生活的 简单真理 前世最容易补充的资源 但时间 却不幸不可逆着 在金狱中 尼古拉斯真纯地向母亲道歉 但这个本不该存在的道歉 是否能被接受呢 在多年的调查中 克里萧内西经历了 难以置信的行物 最终意识到 自己的儿子雇佣了杀手 试图杀害他和他的丈夫 只为精切 而他依然爱着他的儿子 那曾经在照片中充满爱意地 拥抱他 和父亲一起赛设的八岁男孩 那个男孩已经永远消失了 克里和肖多 为他围绕着他建立的生活 也随之消失 克里萧内西目前使用化名 生活在另一个州 每天都在努力重新生活 在整个案件中 一个离人不寒而栗的念头 不断在鼠哥的脑中浮泻 试图杀害你的人 既然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仔细看看你周围的人吧 这个案子也给我们上了一堂人性课 告诉我们 养儿不芳老 有时候还可能要你的命 所以啊 大家在收咬孩子的时候 可要擦亮眼睛 别把狼仔子当成小绵羊了 还有啊 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 突然对你的保险单特别感兴趣 那可要多留个心眼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锁好你们的门窗 看好你们的钱包 最重要的是 看好你们的孩子 拜拜